各位听众、观众、网友们好 今天是2020年6月24号 星期三 今天我们跟各位聊一聊 中国近代史 中国现代史上 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 这个人物已经被很多人所淡忘 甚至很多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 他叫周志祈 周志祈是何许人也 我们知道清华学堂 清华大学的前身 就是留美预备学堂 那么这个机构是怎么来创办的呢 这个耿子赔款 为什么美国会给中国一些钱办教育呢 都和这个人有关 这个人叫周志祈 自己的志 祈是整齐的齐 周志祈呢 他是山东善县人 那么他是1869年出生 1923年去世 所以呢 满打满算 也就是54年时间 但是这个人呢 非常的了不起 在他54年的 不算太长的生命中 他做了那么多的事 我们呢 我们呢 一次这个小小的视频 这个节目呢 没有办法把他一生的这个业绩都说出来 但是呢 只是点到为止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再发掘网上有很多有关他的资料 那我们就提几点吧 那么他这个年轻的时候 因为家里边 这个亲戚把他带到广东 所以他进了 有机会进广东同文馆 这个同文馆呢 就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地方 因为他这个翻译的文字非常的突出 这个对外文下了很深的功夫 汉语呢 又掌握得非常好 所以呢 他翻译的文字 就是很受当时的这个梁广总督张之栋的赏识 那么张之栋赏识他之后 又把他推荐到北京的通文馆 进一步的深造 那么后来呢 他又有机会到美国去留学 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然后呢 又曾经担任过中国驻美国的使节 从一开始 比如说在纽约和旧金山当领事馆的领事 最初呢 是在这个做书记官 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升到这个做领事 后来就配合 就因为有一些这个高人 把他推荐给驻美公使武庭芳 那武庭芳很赏识他 所以他呢 一路也是比较顺利的 那么后来呢 在很多的对美国的一些事务上 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配合这个中国驻美国的这个大使 或讲公使 去做一些斡旋的工作 那么耿子赔款一开始呢 就是由于美国人自己 无意中说出 这个比他们原先计算出来的 美方所遭受的损失要多得多 那么应该说 这个周志祺又抓住了美方这样的一句话 就说既然 中国耿子赔款赔的过多 那么能退还一部分 那么这个呢 一开始美国人也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就要退回一部分 所以呢 在这个事情上 也是要据理力争 要做说服工作 所以周志祺配合驻美国的这个公使 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 那么最后呢 终于争取到 就要退回一部分 耿子赔款 然后建立一个留美预备学堂 那么当时具体的负责人 就是这个周志祺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使得这个留美预备学堂 在1911年的4月29号 正式开始就成立 成立以后呢 就是遭受了400多个学生 先是在中国 在留美预备学堂学习 然后把他们分批 派送到美国 那么这些人才里边 后来有一些是大家都知道的 非常有名的 比如说这个 梅一齐 梅一齐后来当过清华大学的校长 西南联大时期 也是主要负责人的校长 那么还有呢 这个祖可真 是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 还有呢 胡适先生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对吧 所以有一大批 当时的这些精英 就是在这个周志祺的 主持考试 他说宁缺勿滥 当时参加考试的人 有好几千人 但是最后只选取了几十人 一开始呢 第一批出去的只有几十人 后来慢慢的再分几批派出 那么为中国培养了 非常杰出的一些人才 那么后来呢 他1908年回到了中国 1908年回到中国的时候 才39岁 那么在那之前呢 他在旧金山 当驻外的领事的时候呢 旧金山发生过大地震 发大地震之后呢 他积极的组织震灾 帮助当地的华侨 恢复生活 给他们很大的帮助 另外他还这个 要求这个美国政府 出台一些 这个 不让华人遭受损害 伤害的一些 这个法律条文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他是保护了中国劳工 因为那时候 中国劳工受虐待的情况 非常严重 他是为了保护中国劳工的权益 在这方面争取了一些 美国这个官方的一些 同情和支持 所以这个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在那个时代 那么回到中国之后 他也是积极参与了很多 这个中国的政务 这个人是个通财 他善于理财 这个经常会说这个 比如说美元和英镑 然后在日元之间 就是先是 看哪一种汇率高 然后呢 这个低进高出 然后呢 再用这些盈余的钱 去购买一些便宜的商品 用回中国 或者在其他国家出售 所以从中赚了很多的钱 就为国家 获取了很多 这个外汇 这一点也是 在那个时代 有这样的突出的才华 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所以呢 他曾经担任过 北洋政府的多种职务 简直是难以想象 一个人可以担任 那么多种不同职务 他当过 比如说 陆军总长 交通总长 然后 这个工商总长 甚至言误督察 还担任过这个 国务总理 还当过这个 国务总理兼教育部长 然后呢 又当过11天的代理总统 所以呢 他这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基本上是无所不能 他还当过中国银行的 这个 应该是当时的 中国银行的行长 那么就是说 他跨越的领域 是相当广的 对吧 这个 所以 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 居然现在中国人了解的 知之甚少 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那么 他呢 就是说 在离开总统 这个代理大总统的位置 才一年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去世了 所以 也算是 怎么讲呢 就是那个时候的健康状况 医学治疗的水平 可能也比较差 就是说 很可惜吧 就是按照 现在的标准的话 54岁 应该是正当年 年富力强的时候 居然他在54岁的这个年龄上 就已经去世了 他一生中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在这提到的只是 他做过的那么多事情中的 很少的一部分 那他有很多这个 为国人争取利益 为国家争取主权 或者是捍卫华人利益 这样很多的一些事情 所以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 爱国的精英吧 然后又是通才 他掌握那么多种 不同领域的 这些专门知识 既有管理能力 又有这种具体的操作能力 有一些文本 包括他 当时这个袁世凯想称帝 想得到日本的支持 派他作为总统的秘使 到日本 准备让他去签那个 21条 或者讲 就是把21条的这个文本 带回来 就是由这个 总统授权来签署 这样一件事情 他是非常不愿意做 后来呢 他趁着 他跑那一段时间 就是说他病了 病了 然后有一个美国记者 叫端纳去找他 他就有意的透露这个信息 结果美国记者就把这个 袁世凯打算跟日本 签21条的这个信息 透露出来了 引起了国内这个强烈的愤慨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造成 日本 遭受了国际的压力 那么这个21条 最终没有签 所以呢 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他还是 为国家争取了很多的机会 那么 周志祺的后人 似乎也没有受到什么 特别的优惑 待遇 那么中共还经常把他当作是参与卖国的 过去 因为这个 无论是清政府 还是北洋政府 很多的事情他都参与了 所以既有这个中国近代史里边的一些事情 跟他有关 而且中国现代史里边一些事情也跟他有关 所以对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 那中共当然不会给予很高的评价 也不会把他的事迹 让老百姓了解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机会啊 将来有一天在清华学堂建立一个比较详细的 这个个人档案馆或者博物馆 来供大家了解这样一个奠基人 可以说 没有周志祺就没有清华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清华人不应该忘记周志祺的贡献 那么周志祺呢 为这个国家做了那么多 这个国家也不应该淡忘他 所以我觉得这些历史人物 需要有这个比较完整的一套 这个档案资料系统 现在是电子数据化时代 这些数据呢 应该能够在网络上建立起来 跟所有的人 华人去分享 而且我相信 对于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一些外国人 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加详实的资料和数据 所以今天呢 我在这只是提及这样一个人物 他的后代 现在有一些还在海外 已经是第四代 第五代了 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资料 如果要是讲没有及时的保存下来 没有及时的这个分享的话 就有可能湮灭 所以这点呢 已经是刻不容缓 大家一定要这个关注 我相信一定会有感兴趣的人 去做专门的研究 那么在他的老家 这个山东散县的一带 可能也有人从地方制啊 从这个地方上的一些历史人物的角度 去研究他 也有人专门写有关他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些还不够 需要有一些更加专业的 更加具有国际事业的专业研究人员 来研究他 介绍他 好的 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